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产业趋势报告 我是夏婷 台湾纺织业在台湾经济发展史上 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在40年代提供大量工作机会 60年代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但是到了后80年代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 产品外销竞争力转弱 同时国内人力不足 工资偏高等不利的因素 纺织业逐渐衰退 直到近十年 在政府的带头下协助产业转型 朝向环保结合科技 成功地为台湾纺织业 带来新风貌 您相信吗 光是靠一块布 就能种出整个花园 我们带您一块来体验 不可思议的新纺织业 靠着土壤花草努力吸收养分 但如果没了土壤怎么办 有人说 何不用衣服来带皮土壤 这么一想天开的鞭子 可别笑它不可能 因为现在您看到的这一大片 绿意盎然的花园 全部都是用回收布料种出来的 超大型的整金鸡 绕着一圈又一圈的合成纤维黑线 但和白色的合成纤维 经纬交错后 就织成了这块两灰色的布帘 但靠这个真的能种花种草吗 还记得小学用棉花种绿豆吗 同样道理 舍弃昂贵土壤 选用只要全面四分之一价格的回收棉 包裹住植物再放进割开的布带 因为这块布的合成纤维 结学能力高达七成五 如果再把它挂在墙壁上 铺在阳台上 夏天至少能降温三度 创新的无土栽质 环保的回收纤维 2011年布花园 拿下台湾研究单位 第一座德国IF设计金奖 宾审赞美它 前所未见 前所未见的还有这个 方向大自然智慧 拥用蜘蛛吐司原理 把弹性纤维颗粒未进机器里 经过内部加热融融 用高压吹出机器 变成无处细入蜘蛛丝的纤维 这还有粘性 碰撞在人体模型上 两分钟布只要一分半 一件充满弹性的衣服就完成了 挑战未来服势制成 不用绑纱不用织布 就像这双造型鞋 不说您看得出来是用喷的吗 这双鞋子呢 它保有原来我们在穿着 或者穿戴上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 因为它是从线维它铺成的 所以它一定会透气 而且它在铺的时候呢 它可以随心所欲 就是你可以给予它不同的颜色 它就可以跑出 每一个人所喜欢的色彩 所以每一个人呢 突然之间呢 他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家 代理世界全新穿衣经验 这就是台湾纺组合所的最大使命 台湾纺织业总产值 从2010年3000亿的目标 在2011年一口气 重破5000多亿 其中出口值高达127亿美元 创十年新高 谁说纺织是台湾西洋产业 好一句女生爱说的话 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 而人都要穿衣服 靠着纺织科技化 台湾已经走在趋势尖端 中文字幕提供